有沒有看開星夢的朋友告訴我 給我一個理由啊 Hello 各位傅哥 大家好,我是虎南 Like, Share, Comment, Subscribe 頻道 才對 一直以來陪伴我們 提供歡樂給我們的Six 終於來到決賽 而最後他們決賽獲得的成績是 第四名而已 第四名而已 我們這麼關注的Six 為什麼只會獲得第四名 我不知道啊 我不明白啊 於是視乎我決定今天除了看Six之外 看完究竟是誰 贏到我們TVB的女團Six 究竟他們是否真的出色 到可以超越Six 今天一起來一探究竟 首先就看看Six 這次表演的Prince Joyce 首先前面的這段跳舞 我覺得是 看起來好像挺不錯的 而這次的服裝 軟體 起碼都是一個統一性的白色主尿 當然不知近看之後 什麼效果 這個網民的設計 難道是回應著網民嗎? 大越混亂越被返賣 桃桃多薄的大陽魂無敗 事實要未夠壞就盡量捏造更壞 這個性感的網民 有些透視的感覺 上面再加一些珠片 只能算這個設計是有點... 特別 我覺得這幾句有些太低音了 對他們來說 有些吃力 是我的最關注的肚腩 這次沒有騷肚腩 不過為何每次做刑事都要搞的呢? 為何要給媽媽邊 再加那兩個... 那兩個... 發夾他呢? 為何... 不是我跟他有仇啊 但做刑事好像每次都玩他 我的天啊 兩件事想說的 首先第一就是... 這個位置... 大家一起唱是好事嗎? 第二就是很多網民都說 這個位置是抄黑Pink 那個Pink Bannam的動作 這樣看來就真是一毛一眼了 為什麼這個鏡頭要停止那麼久才... 往上去呢? Follow Me 嘩! 很煙呀! I Follow Me 但要親到的是他們跳舞 在片舞上真正進步了 雖然涉及抄襲 utto TVB 拍攝舞台的運鏡 一如以往 一直都是厲害的 這次服裝是不大 梨乖 對女 Carroll einzel zig 發 maximum 練習的奏 不知為何會etle 《尾相流海》? 反映師是否跟他有仇呢? 我對你當時來不順瘋 因為你一直的流血 他就在天氣 英雄不順暄 我對你流血 你要罵我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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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始覺得他有點可恨 有些GAMER一拳打死我 I'm a big girl then I'ma wear my grown up pants I'ma do whatever I want I-I follow me I'm a big girl then I'ma do my grown up dance You can say whatever you want I-I-I follow you I'ma just do what I wanna do I'ma just do what I wanna do I follow me I follow me I foll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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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不算很差 不算很出重 其實當6X蠚聲勢回轉的時候 真的是沒甚麼好說 不過以他們一路以來 我認為進步是很大的 好 我們來看看能夠assed Kevin 賢得我們TVB星夢女團6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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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He 其實我覺得 smartphoneA eben 因為如果你明知道 KELLYEN ① 或者偶像就不是最好 為什麼不刺激實力歌手的時候啊? 桂軍的是 SBBRINA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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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十分比最後的 其實我之前也回應過《Rolling in the Deep》 但因為演員的時候已經決賽了 所以就沒有播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他的唱功真的很厲害 而且我上一次回應的時候 最震驚就是他的年齡 嘩!13歲還是14歲可以唱到這樣 其實真的很厲害 他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配套也算不錯 有這樣的歌喉 外形條件不算差 但是略為可以調整 這次我真的算是 我覺得自己說得公道 我覺得如果他要在表演上再好一點的話 需要控制一下他的表情管理 因為就是高低眉加這個眼神 另外就是我覺得他的寒貝問題 如果解決了的話 其實他是大有前途 其實他的裙子沒什麼問題 對本身也沒什麼問題 但是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覺得其實不是很合適呢? 對本身也沒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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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真的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他大有前途 不過一個藝人的前途 就不只是他自己有多少實力 而是當中包括了公司怎樣去捧你 而這就是我最擔心一個年輕女 會在公司上的問題 希望之後他的星圖發展又順利 不要讓公司因為不懂統日而遭探了 好 接著看看這個王樂妍 的News 我記得之前我react Patrick的MV的時候 都是給他的頭髮 令他印象很深刻 他比趙展彤還進行光光 哈哈哈 inald 這個裙就略顯他比較大隻 但他的頭髮是好看過他之前 跌到很軟 他也是一個充滿實力的歌手 唱歌厲害 看完貴君和阿君 我相信TVB是想走一個 培養實力派歌手的走向 也唱了兩首國旭歌 向著大灣區Polo 究竟冠軍的水準 為何可以打贏這兩個實力場仗 和Six 我完全理解不了 她的樣子很差 唱歌也不算是差 但如果她說唱功對比前兩位 好像都很flat 如果她跳舞的話 她好像連Six都不住 如果她是魅力的話 好像她在做的事跟她本身的歌完全融入不到 現在很confused 我早已為你 為你瘋了過 眼光不得飄飄 我愛你 未就知道少 我早已為你 為你瘋了過 可可是這樣 這些就是在《造星》裡面經常說的 舞蹈員搶了藝術家 現在好像她是配過舞蹈員才是主角 我是欣賞她選擇唱跳 以及欣賞她唱廣東歌的 但是... 為什麼會是她是冠軍呢? 黃黃風吹霸 將浪與海 藝浮沙捲霸 別要分析 要緣了長夜 而且鏡頭也拍到她好像KDF那樣 什麼事啊? 盡美妙 一樣東西和我 為你知道透了 只不知一開始已發覺 愛你不可止 我早已為你 為你瘋了過 軟波把心跳跳 我愛你 未就知道少 我早已為你 為你瘋了過 蛤? 即是... 她... 又不算有聲味 即是你看姜濤跳這個Master Class的時候 她都不及旁邊的舞蹈員那麼樂力 她的唱功也不算很好 但是她站在那裡你就知道她是個名 你就知道她是那個聲 那個聲味就會感染到你 但是... 這個Jasmine 我又不覺得啊 那為什麼會是她是冠軍呢? 我真的被拘捕爆頭啊 她的動作是... 嘩... 無論不論 究竟TVB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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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究竟聲夢... 選冠軍的準則是什麼 本身一個6個組合來打人單頭 都已經覺得這個設定是很神奇的 然後6個拿第四 貴軍、亞軍都是一些唱德之人 那就沒話說的 實至名歸 然後去到那個冠軍... 好像... 究竟是... 究竟是... 蛤? 是我奔向你 原文會摧開我摸 願她滑光擁我 但願被落雪花 原文吧 讓我為你生走自己都害怕 沒錯 就是... 呃... 劈奔 他日向氾濫度 究竟會是他? 有沒有《開心夢》的朋友告訴我 讓一個理由給我吧! 我爱你 你就知道笑 我早已为你 为你疯了 好 看完星梦传奇的灌压贵电军 完全理解不了 不知各位观众怎看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 订阅 订阅 记得按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的新链 这件T恤只有10件左右 如果要买的话 就快点去西九龙中心9楼买 如果想支持我的的话 欢迎求买我的T恤 加入会员频道或者PayMe支持我 我们下条影片见 拜拜